大家好 我叫牛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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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麦克风呢 小点声 不习惯 大家好 我叫牛努力 是来自野战部队的一名普通士官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的军旅生活 我很喜欢 我们旅长说的几句话 我记在心里了 如果遇到外敌入侵 你们会首先想到谁 如果发生地震了 谁会第一时间出现在那里 洪水来了 你们一定会看到 一片片绿色的身影 心里会感到踏实 这就是军人 不管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祖国和人民需要你 你就要出现在那里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对于军人而言 还有一份更重要的职责 那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 我们一直在努力 时刻准备着 你们放心 有我们在 没大事 我这个稿子上的念完了 连长 我还想多说几句 请啊 这儿 刚才说到旅长说的那几句话的时候 我想到了一个我的战友 去年 我们实战演习 在这个战地抢修过程当中啊 手指头被炸飞了 两根 然后我们呢 我们班的人全都跑过去帮他找 哭着找回来的 他在战场上倒下那一刻 从战场上到手术台 从手术台到病房 一滴眼泪都没流 流泪的是他的战友和家人 手术非常成功 部队尽最大的努力 想去补偿他 部队里所有的从优待遇 摆在他面前随便挑 我这个战友 因为那几天我一直陪着他 攥着我的手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还想继续当兵 你把我这两根手指都接上 我还能开趟课 但是不行 部队有部队的规定 对于每一名军人而言 都有严格的 数字化标准要求 他退伍那天 我们一帮人都送他 走了好多圈 在军营里头 一走到门口 他说我能不能再多走一圈 就到那个门口 他就迈不动步 迈不出去 后来我一把把他给推出去了 我们看着他 他回身 用受伤的右手 给我们敬了一个礼 他哭了 咧着嘴像个孩子一样 那一刻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也经常在想 他回到家里 可能过着平凡的日子 有人遇到他 不知道他是谁 不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什么 我想说 我们国家的每一名军人 都像我这个战友一样 时刻做着牺牲的准备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前两天在手机上看到一个词叫 岁月静候 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听着门走走的 但这个词来之不易 因为我们军人 一直在为此付出 如果你们觉着 这样一支部队 值得你们去努力 去奋斗 愿意使他变得更加强大 那就请你们 加入 非建议 拿来 谢谢 大雷 到 乡东 到 高志强 给别人拿 王等路 到 来跟你们说啊 少玩游戏 多跟家里边聊聊天 晚饭钱 必须全部交过来 是 是 是 大雷 你负责 是 好 等会儿 牛肚立回来都知道怎么说吗 知道 精致上继续专务 全部完成 算算算算 谢谢 小伙子 小伙子 来来来来 给你按钢给我 等一下 妈 这么多皮肤 手机发下来了 最后十分钟 快 给你按钢给我 哎 小伙子 来来来 擦我 为什么没收到啊 你好 你今天讲得挺好的 谢谢 希望没耽误你用 谢谢 照片都考进去了 哦 余处长说了 能考的都考了 再见 牛肚立 这照片都考进来了吗 我怎么信你啊 要不然你跟我回去一趟 我公司室就在附近 我看没问题了你得走 牛肚立 你到 叶同志 又盘给你了 嗯 想得好啊 自己写的赵俊宝抄的 都有 但是战友那事是真的呀 我先给大家说说 好 走 吃饭 牛肚立 跟我走吧 跟他干吗呀 哦 他让我跟他一起 检查一下U盘 看看照片有没有问题 好 出发之前 有两个小时 自由活动 你看有什么想买的 要逛的 抓紧时间啊 你没带别吗 我带了 快了快了 到时候 具体我再跟你说吧 这个时候咋个快 啊 傻心人就在 别磨 别弄别弄 别弄别弄 你好好猜这个准备要死了 要死了 没鞋了 妈 我给你进来的 这边 假鬼啊 你给我的家庭 好 好 好 欢迎 来 请坐 坐 您今天多大了 叔叔我今年二十七了 等等 等等 二十七金子 在哪儿工作呢 我在会计事务所工作 哪儿 会计事务所 叔叔 哦 会计事务所 对 管钱吧 是吧 好好好 你这是碎嘴了吗 大哥 哎 来人 觉得怎么样 你好 但是你这个工作室 不太像工作的地方 像个咖啡厅 那就对了呀 我们这儿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 就要制造那种家的氛围 行了 U盘你也检查了 没什么问题 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我回去了 别啊 来都来了 喝杯咖啡再走吧 我 不喝咖啡 失眠 我们这儿有不失眠的咖啡 坐呀 那就抹茶拿铁吧 抹茶拿铁吧 抹茶拿铁 姐 是她吗 对 是我 我说 张静静 我现在就问你两个问题 你带到家里来的那个女人是谁 她跟你什么关系 你都看到了 你不要以为我在部队就什么都看不到好吧 咱们不是有言在先吗 你自己说的 你在外面怎么玩都可以 但是不能往我家带人 你现在怎么做 请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当然记得 但是这是你小时候我们约定的 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你都已经当兵了 你看看你现在身上那个土豪劲 我当兵又怎么样 起码我行得端 坐得正 你看看你自己 有几个臭钱不知道该怎么花了 昨天下午带来那个女人 那下巴尖呢 那能戳死人 每次带来都长得差不多 你自己不觉得烦呢 你跟我扔扔什么呀 我跟你妈离婚了 懂吗 小时候你大哭小闹的 有你爷爷护你我不跟你计较 现在你长大了应该懂点事了 再说了这是我的私事 我现在就在替爷爷来管输 爷爷如果正常的话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们一泡轰随 你是我儿子 还管老子的事 我告诉你我马上就把你搜的事 我都给你拆了 不是你干扰我的生活 张前进 你敢 你动一个我试试 你什么时候懂得叫我一声霸呢 我来跟你聊 你挂我电话 他是你亲弟弟吗 是啊 不像 他是我姑姑家的孩子 那你说是你亲弟弟 有没有人觉得跟你聊天很 不舒服 是 我这个人平时 就是尽量少说话 话说多了容易得罪人 我身边的人只有喝多的时候 才能说点真话 你喝酒 怎么 你不喝吗 我这个人啊 有的时候脑子有点慢 你要再喝酒 那不成傻子了吗 挺好的 你这样挺好的 那你们 你们经常能出来吗 不能 要有价条的 那我觉得你们军人挺无聊的 又不能喝酒 又不能经常出来 那你平时做什么 训练啊 训练啊 把训练当乐趣 其实我们也有消遣的时候 搞活动 K歌 烧烤 还K歌 是啊 你们还唱歌 那你会唱歌吗 我们前一阵全旅搞了一个 唱歌比赛 我是拿名刺的 你啊 二十七名 真的啊 那你们全旅一共多少人啊 一百多人吧 参加比赛 你可以啊 其实应该更好 歌没选好 对 因为我战友说 你应该唱美声或者名歌 我那天唱的是 流行歌 我不相信你会唱流行歌 这不相信 我们也是能看电视有手机的 什么好听的歌我们都知道呀 那你唱一个我听听 我就说你不会唱吧 我会 别影响你们工作 我会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 给你快乐 你会不会 就别想这事了 我给你讲一笑 我都能过去 前两天我家那个 毛骨猪啊 白猪 他生了一小黑猪 你看多好多乐色了 我真的 哎呦 你咋回事吗 哎呦 哎呦 你咋回事吗 我再给你讲一个 我再给你讲一个 那个我家 分脑回来了 你别拿分脑 下了 往哪儿看呢 今天跟指导员练得怎么样 班长 今天指导员总要是给我们讲了一下您的英雄四季报告会 胡说 对 然后指导员破例把手机发下来了 对表情都太好了 主要是手机发下来了 还回来没有啊 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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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今天我不出去了一趟吗 给你们买了点 咱这小外部里没有的吃的 来大伙分分 好 谢谢班长 牛班长这这牛啊 总给我们分了 谢谢 来 嗯 你这唱的哪说这是 给谁默哀呢 牙疼啊 班长 我心痛 你们看人小旺都心痛了 你给人家留点 咋不是在干事班长 班长 我成残疾人了 你残疾了 那 那手机摔坏了 那不是残疾人了 你看这点出息 手机那东西精摔 我看他摔成什么样了 对 手机呢 其他顶件呢 摔得粉身碎骨 满天飞舞 你这是让坦克压了吧 啥张正亮摔的 又打架了 没有 没有 阿道没有了班长 他没跟我打架 他跟手机里面的人打架 你说他们打架就打架 说完我的手机干什么咯 对 帅了就说他卡了咧 我要他这干什么呀 我不要这么 Easy Easy 手机我可以借给你 卡了还是要留着呢 他人呢 班长 我又做错了 我最不爱听你说这个话 哪是错了 你肯定都知道了 你要是觉得后果不严重的话 那我先回去了 那我先回去了 立人 向后转 向前散步走 走 今天我去见你姐姐了 把照片还你 其实这事应该你去干的 但你是新兵 没机会出去 原来你是受人所托的 听不懂 班长 今天我从手机的摄像头里 看到我爸带了个女人回家 那怎么了 带个女人回家不行啊 没准是给你爷爷过的保姆呢 其实吧 我觉得我姐和你还行 她是个眼光挺独到的人 不管是她追你 还是你想炮她 放屁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听不懂中国话吗 我干嘛去了 我 送照片去了 她这么多年都没有男朋友 我就知道 她最后会领个怪物回家 别再说你姐的事了 说你 那我没事了 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话不爱听 你可以当我没说过 你都说了 但都是废话 是 都是废话 那我先走了 回去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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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什么东西啊 我最后最近没买东西啊 我也老这样 买完我就忘了 你都不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 老花又忘了 先少拿点 买那个 哇 你直接买的完美眼霜啊 这可不便宜啊 太舍得了吧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没买这个东西 没有买 黄小萌 你不对劲啊 都是 是不是 有情况了呀 对呀 对呀 快说快说 谁 快说 什么呀你们别想别想别想 我 不知道 看着我就知道了 什么呀 谁 黄小萌 试试这个行不行 不用谢 谁有 你的战友 快说了 什么战友 什么战友 快说 好好 别闹了 别闹了 什么战友 我不知道 关上 都什么战友啊 班长 那个 我想醒个假 必须的 张能量 你还真敢来啊 我又没做亏心事 为什么不敢来啊 明儿啊 今天吃什么 今天啊 吃毒 这眼霜 是不是你给我买的 我到货了 这么快 你干嘛平白无误 给我买东西干嘛 我跟你很熟吗 你说呢 我不跟你熟跟谁熟啊 送你点东西至于吗 你干嘛送我东西啊 你这样弄不弄 让我好尴尬的 我怎么跟战友解释 怎么跟班长解释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我问你话呢 你至于伸那么大气吗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这款护肤品 还挺好用的 所以我让我阿姨买回来 让你先用一下 有问题吗 当然有问题了 你的意思就是 我替你适应 我是你家阿姨为 你听不听得懂人话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怎么听不懂人话了呀 张能量我跟你说 你少在我面前炫富 黄姑娘我也吃过见过的 蜈蜈不受禄 这东西啊 您自己留着用 喂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 走 走 快 快走 快 结合了 上去好 走 走 交友派 订 向前方 订 订 报告令长同志 新兵结合完毕 应到五百九十人 十到五百九十人 报告完毕 请准事 报警 是 上去 同志们 快到年末了 你们的新训期也已进入了尾声 你们的着装 也由丛林迷彩换成了黄狗迷彩 我和政委琢磨着 得送大家一个新年礼物 画盆里长不出苍松 鸟笼里也养不出雄鹰 既然你们来当兵 就要时刻面临着祖国的召唤 要招职起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不管你们在干什么 只要听到了集结的号声 你就应该拿着钢枪 走向战场 好 在战场上 敌人不会因为你是新兵 而心慈手软 在战场上 也没有平分秋色 只有你死我活 全体队友 十分钟后 全副武装集合 带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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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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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鸟笼 前去看 连长投授 新训营一连 集合完毕 一到七十人 十到七十人 携带九五四自动步枪 七十字 请指示 小迁看 亲 小迁看 连长同志 新训营集合完毕 应到十七人 十到十七人 请指示 想一下 新年要进行了拉链科目 是全副武装 一百五十公里 越野拉链 时间 七天 目的 提高战斗力 增强凌军力 托作 将考核 比赛 拉链 背抗 贯穿到刑军的过程当中 听明白没有 七天野外刑军 将是对你们新训期间 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 战场上不分男女 男兵能做到的 我们女兵也要百分之百完成 甚至做得更好 上级首长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让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得到一次特殊的洗礼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除留守人员以外 必须圈宴参加 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第一步 放掉你们的信念 敢于和任何对手一较高下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咱们祖国的疆土啊 到处都有需要我们 汉队的战场 这区区三百里何足挂齿啊 全体都有 零 瞎左转 全体都有 加油转 一百五十公里 七天走完 我怕是背不住了 十公里还不到你就累了 我碰到你的鬼哟 我干啥的了 你来背向我这个宝石一下 哎呀我真的是搞不动了 太重了 你不自己少罪瘦呢吗 你说你买那么多好盒干啥呀 你这小卖缝的都被你卖光了 哎呀不是我一个人吃 我这不是给大家磨得福利啊 别吵着行吗 你们如果走个动可以到后面去 后面有收容车 哎 哎 同志们 你们觉得我们女兵以后 有没有可能上了坦克 当然啊 有啊 我觉得咱们都有机会 因为咱们酒里啊 对不起来就是坦克 对不起啊 什么呀 你们都想什么呢 女兵上坦克 这史无前例啊 这些哪有过呀 可是人家空军海军 都有招女兵的 为什么坦克兵就不能有女兵 我觉得吧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决心 对 乖无聊的我们唱歌吧 唱什么呀 唱 唱 唱咱班班歌 走 一起走 请不要 你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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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过来 请叫我战士 请叫我战士 怎么越差声越小啊 不要 你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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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走 行 再来 你别小啊 什么动静呢 报告班长 是肚子 鼻子挺灵 闻着饭味吧 肉味 肘子 你去当厨子吧 好 今天咱们吃一吃 部队的野战食品 让你们见识见识 来着 一人一袋 姑娘们 姑娘 姑娘 都还好吗 脚悠的 疼 这里的环境 肯定比不上我们营区内 但是我希望 大家都能够坚持 这个是咱们住去营区的 生活展示图 洗澡 医疗 补给点 都特别明确 大家分开传阅一下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再来问我 谢谢班长 好好休息 你们先去打点油水洗洗脚啊 你们先去啊 等会儿去 下午也过吧 好 走吧 哎 你看咱在哪儿洗脚 你去把你搅啊 哎 不能倒太多啊 这不行 哎 摇一摇 然后 抵起来 大口封好 看着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哎呀 哎呀 哎 脑了 抹起来 没有 跑什么呀 这是炸彩蛋的 哎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炒饭呢 看着啊 呼吸了以后啊 要放放气了 哎 盖上 油腱管自己的味道嘛 哎 来 这给我 嗯 哎呦 洗脚了 我要脱脱脱脱脱脱 来 自己去 稍稍让开 叫你泡个脚发 好像要你命死 多舒服啊 你刚刚有脚的眼泡啊 新兵拉链到 打营地后 预计会出现 想家 不适应 急躁的作训情绪 为及时排解这种情绪 同时也为加深 战友之间的了解 初次班务会 给情依说出你的故事为题 张能量 你先说说 哎 大家伙可能还不知道吧 张能量的爷爷 是我们九旅 坦克英雄 黄小萌 嗯 你先来 来 转过去 给大家讲讲你的故事 好 我想跟大家 讲一下我的妈妈 那个穿甲弹 没想到就打中坦克了 那个班长下半身 都已经起火了 是 最后爷爷是幸存下来了 现在人家都叫他兵王 说他一个人干掉了五辆坦克 但是我爷爷跟我说 那每一辆坦克 都是他的战友 拿命换来的 拿命换来的 他还是老是跟我说 他们班长临死前对他说的话 说 小张 我不怕死 疼一会儿就没事了 以后回去见到我儿子 就跟他说如果想爹了 就去当兵 只要穿着这身军装 他爹就一直在 原来这场战斗 是你爷爷经历的 这可是被写入 坦克战术教程的经典啊 我爷爷呢 就一直想让我爸当兵 但是我爸死活就不肯 所以就让你来当兵了 你不是 我的游戏公司 刚刚起步好着呢 可是你最后我还是来了 我是有条件的 啥条件 我来当兵 就当两年 两年之后我回去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你们谁都不要管我 他们同意了 平好 鼓掌 其实 我妈妈她特别理解我 她也特别地鼓励我 就是支持我 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清楚了 我也问清楚了 你这是跟我们商量吗 你这分明是先斩后奏啊 一个女孩子 非要离我们那么远吗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 对不对 我当过兵 我可知道不对 一声令下 不知道把你们调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能不担心你吗 我就是想出去锻炼一下 让自己变得更独立 反正我就是要当兵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现在这种特殊阶段 什么特殊阶段 反正你们两个要是不答应 我就绝食 我就抗议 哼 你 要不 我们就看孩子说实话 我说我不用 不用 后来 我才知道 妈妈得了肿瘤 当时我特别特别地自私 我什么都没有问 我只顾我自己了 我就是 说我要来当兵 我没有去 关心到他们 对 我做得不好 所以我特别想在好好当兵之余的时候 就是 我想能为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 多做一点 他们 每天起早谈黑的毛孔 爸经常安慰我说 就算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 也可以回去 接替他们管理修车场嘛 我知道他们是 想告诉我 不管怎么样 我始终违调退了 对 我爸还是会让我管理修车场呢 接手这家族生意 但是我真跟那猪啊 带得够够的 真不想跟那猪再带这块的 他玩 他那猪看你也估计也看够了 是 我不想接他们玩 于是我努力地学习 在这样的压力下 我被压垮了 我伪造了一张 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但那一天 那一天是我人生中 最难过的一天 所以我选择来参军 我想摆脱这一切 我就是想在部队 考军校提干 那个时候我才会有勇气 把这个命运说出来 参军是我 是我唯一的选择 第一年高考的时候 没考上 然后我妈就给我出主意说 丫头 要不干脆 咱们当兵去吧 也让你开开窍 阿姨 阿姨是机智的 阿姨是机智的 净笑话我 不小心 李明月开开窍 李明月开开窍 班长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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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这不快过节了吗 还真是 这是你们参军以后 过的第一个节日 也是新兵连的生活 最后一个节日 新兵连的生活 一辈子一个军人 就一回 而且战友们 我们想想啊 我们再也不是 父母手中的小公主了 也不是温室里的小花朵了 对不对 对 我们长大了 我们可以独当一面了 而且在部队里面 我们有了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我觉得在部队里面 我们做到了一点 就是我们变得更加的坚强 自信 更加的自律了 我们变得越来越好了 我们成为了心中 小阳成为了那样的人 哎 我跟你们说说 我第一次下联 我见到坦克的时候 什么机会 粗 觉得自己不行 那咋办呢 没办法 不能给自个儿丢人的 就是恋爱 真恋 让恋什么恋什么 服从 就跟他较劲 叫着叫着嘛 你发现你就 哎 喜欢他了 爱上他了 如果说有一天要 离开这个地方了 你怎么会 好 谢谢 我 静静的 提前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班长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一块儿唱个过年的啊 喜庆的歌 好 预备 唱 丑马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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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集合 所有的 虾要看 起 上前看 到处 一 二 三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小心 李雪 李雪 到 你为什么不画我装色 班长 我 大点声 我皮肤过敏 我皮肤还过敏呢 过敏就可以不画我装色啊 我真皮肤过敏 矫情 有彩在谁那儿 报告班长 在我这儿 画 报告 说 我能先打个隔离吗 你要不要回去贴个面膜啊 再补个水啊 画